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信的是电报里有四个字 刻薄展规 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黄欣自克强 赵生自薄仙 汉民自展堂 也就是说 我对三位同志幸免于难 那其他同志呢 都安全吗 雄克武 何克夫 朱志欣 他们栗战群敌从城里冲杀出来 死里逃生 那林觉民放生洞还有盈佩伦呢 难道都牺牲了 没有他们的消息 是 我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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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多少同志有多少同志被俘 我们要赶紧去营救他们 而且要尽快想出营救的办法 我知道了 我这就举办了 就够了 天间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起心志 老起禁骨 必先苦起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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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宗海 怎么了 精英医生会诊 你那根将断未断的手指 必须要动手术切掉 不切不行吗 那就切吧 是指连心 一定很疼 不怕 再疼啊 它也不会比刚打断的时候疼 你不知道 那个时候血流不止 我呀 就找那个自来水龙头去冲 可怎么冲 它还是不止 就是你用自来水冲的感染了 要是直接到医院来 这手指就保住了 怪我没有卫生知识 黄先生 黄先生 按照医院的规定 做手术要由亲人签字担保 有谁替他担保啊 我 你就是黄先生的妻子啊 对 你帮黄先生准备一下 再过半小时就做手术 好的 谢谢 不谢 怎么喊 怎么 我不配做你的妻子 我 能不能够做你的妻子 要是你 不 你不能够做你的妻子 还不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叔叔 算是个纪念吧 海敏 坐 海敏 海敏 赵生同志怎么样了 很不好 可能是两次广州起义的失败 对他刺激太大了 赵生同志住在医院里 每天就是自责 一吓到那些为革命捐躯的同志 他就流泪 妥协 那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他无药可治了 我真想随他而去 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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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中山先生还让我协助你 处理好善后工作呢 对了 这是中山先生的集电 好 韩明 有多少通知应用就医 要有多少通知被捕入狱 可强 你不要着急 情况正在核查之中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不要急 是 牺牲同志的遗体呢 据说 起义失败之后的第四点 张明启才含之歌善堂去收拾 张明启 李准这些恶人 他们还有什么动作吗 为了扩大所谓的影响 他们打算亲自审讯 被捕的林觉敏 于佩伦等同志 畜生 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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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觉敏 去查林氏在福州是名门望族 宗族 住在三房七巷之中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孙中山返朝廷 秦朝末年龙下的郓敏 末年的张子芳 唐朝初年的徐冒功 元朝末年的刘伯温 近代名士顾炎武 有哪一个是因为吃不上饭 缺衣少穿 而竭竿举异的呢 这 这说明 从古至今的英雄豪杰 无一不是为大义而生 为气节而活 做改天换地的真英雄 另外 向民族败赖秦桧 石敬堂 还有你们的老上司李鸿章 终将被盯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株子 可是现在 却是你们站在了我的刑场上 你们是内贼 反党 是叛逆 就凭你们这些少爷兵 秀才兵 游兵散勇 就想跟大清王朝的大军抗衡吗 你们现在放眼看看世界吧 当年英国的皇权是何等神圣不可侵犯 最终被淹没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 法国的大英雄拿破仑 不也曾经是不可一世吗 最后被反独裁要民主的法国人民 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看吧 像李鸿章这样的清廷重臣 最后都落到一个表胡将的地步 在一片骂他卖国的伤浪中死去 你们想做第二个李鸿章吗 你们没有他那卖国的权势 是 对你们而言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 是继续充当忠诚的奴才 最终为清廷殉葬 二 是认清时代的大事 细心革命 献身为国 革除暴政 建立共和 做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 革命者 林军民 你就要被押上刑场了 难道你在临刑之前 就没有一点对人生的遗憾吗 没有 难道你就不想想你年迈的父亲吗 想 万分的想 你打算怎么办 我给他老人家 写了一封弃罪的假写 能背给我们听听吗 当然可以 而 死已 为类大人吃苦 弟妹缺衣食尔 然 大有不予全国同胞也 大罪 请恕之 你如何面对你的妻儿啊 我已经要给他们留下了绝壁医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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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说什么 没有了 来啊 把他押回死牢中去 大人 其余的革命党还审吗 审 我就不信 只是革命党没有一个软骨头 于佩伦 我听说 你扔的炸弹是亲手制造的 是这样吗 是的 不简单哪 经专家检验 你制作的炸弹堪称一流 你只要是答应 为官兵制造炸弹 可免你一死 你们做梦 请你们记住 学术是杀不了的 革命 尤其是杀不了的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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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下一个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李大帅 我听说你是一戒白面书上 何苦违逆而自残呢 是之不成 天也 然以幻性同胞济之而起 于怨足矣 你等立于熏心 血液已冷 何能知这等誓言 停 停 停 下一个 李大帅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岂不能知富贵 只是不能如你等任贼做父 不知羞耻 李雁南 我恨自己身受二伤不能负战 虽然自今以后 我不能再为旧国杀上战场 但你们这些甘为奴隶的败类 也没有几天阳寿了 大胆 你就不怕死吗 我只请柜子守门打得准一点 子弹要从我的口中打进去 不这些革命党人 就没有一个怕死的吗 那就只有烧 烧 你们听好了 念叨名字的 今晚就上路了 林居民 于培伦 陈可骏 李多山 宋玉宁 你们自己都非常清楚 死到临头了 换句话说 只要星星的官兵 扳机一扣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 但是 总督张大人慈爱为怀 还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要想活下去 你们就过来 在此写下回过书 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张大人 张大人 你看这怎么办 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死 再对他们喊一次话 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不用你们写下回过书了 只要上前一步 向张大人和我 口头说一句退出革命 就可以回家 好不好啊 你看这 这 现在 我不让你们写回过书 也不用你们承诺什么 只要走出来 站到这个伞下 就可以活命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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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不是人吗 张大人 只行吧 好了 广州情义失败了 赵生同志因悲痛过分 离开了我们 方生栋 林决明等 数十位革命同志 壮烈牺牲 由于这次革命行动 事先要求保密 故阵亡既被执行杀害的 不知确实姓名与人数 而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 检手 而城市的遗骸 城市交外 城市的遗骸 市党人潘大威未被捕 特往善堂劝术 竟多方拜求 用博板观炼 亲自攻送 烈士遗骸之洪花港安葬 盼使当即改洪花港为黄花港 虽说入土为安 可我们这些后死者 何时才安呢 先生 胡寒敏发来了几点 念吧 叙死就亡 善后费重 奈何 为抚恤烈士家属纵然不易 我也要再次募捐 华侨同胞们 黄花港七十二烈士的壮烈之举 以震动全国 革命之时事 时已之造成矣 而成功之期 绝其不原也 这是革命烈士写给亲人的诀别信 我们处今日之中国 实在是无时无地 可能死去 到那个时候 是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 或者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死 无所以 看率性就死不顾如也 辱性而偶我 无性而得辱 又何不幸而生 今日之中国 族不忍独善其身 望各同志竭力维持已廉之人心 并鼓吹初醒之明期 您请请 孙先生 您不要理他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杀戮黄花港七十二烈士的凶手 李准的儿子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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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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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安静 杀了他 安静 请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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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跪下 我是来为我的父亲 赎罪的 那你今天来这是 不 孙先生 一 我是想亲耳听一听事实的真相 二 我听了您的演讲 您的话 就像一颗威力无穷的精神炮弹一样 在我的心中爆炸了 孙先生 我相信 您要走的路 才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方向 好 谢谢 来 你起来 起来 华侨同胞们 李准是我们革命的罪人 可李准的儿子不是 他没有罪 我们都是革命者 我们绝不搞 负罪子环 株连九族 一人有罪 全家遭殃的奉奸漏戏 孙先生 我谢谢你 我这儿只有五美元 我想把它捐给革命事业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之后 孙中山继续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积极募捐和股东者 恰在这时 四川 湖南 湖北等地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禄运动 由此推翻地制的革命之火 又在长江中下游燃起 9月14日武汉文学社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 召开联合大会 是年7月31日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的条件成熟了 四川保禄运动进入高潮 越汉川汉铁路都办端方奉命陆川查办 并奏调大部湖北新军随同前往 更为严重的是 不少革命党人就在这几部分新军中 这在湖北革命党人看来 武昌起义再也不能拖延了 所以于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 在雄楚楼10号留宫的寓所 召开了联合大会 我们湖北的革命斗争 已有七年多的历史了 尤其是最近三四年间 完全是由我们文学社 共进会两个团体 担负这个重要的任务 现在我们是到了向敌人 发动进攻的时候了 好 好 好 既然现在已经到了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时候 本人建议 以前双方团体的名义 一律暂时搁置不用 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 和朝廷评个你死我活 好 好 好 我认为不但两个团体的名称 应该划除 就连原来两个团体 推定的负责人的名义 也应该作废 首先 我声明 愿意取消共进会 推我为湖北大都督的名义 我也愿意取消自己 文学社社长的名义 我也正式宣布 愿意取消自己 文学社副社长的名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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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高风亮节 令我居正感动 可是 我们现在的生活 都困窘不堪 立即发动武昌起义的经费 从何而来呢 我张振武这次开完会 我就回到老家 把祖上的产业全部变卖 重做革命经费 刘公同志在家里 给他汇来了五千两白银 让他进京捐个倒台鞋 可是刘公决定把这五千两白银 全部拿出来 供我们举翼之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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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得好 人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咱们应该退举谁 来领导我们举施呢 我提议 我们就在刘公 孙武 居正 蒋义武四位同志里边 推举一位 来领导我们举议怎么样 好 好 好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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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同意 公平地说 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是啊 我们也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你们也太谦虚了 就是啊 你们要都这么推托的话 那谁来领导我们举议啊 是啊 是 是 是 严格地说 找谁啊 只有孙中山先生可以担此大任 对啊 可他却远在海外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咱们就请黄兴 谭仁凤 送教人来武汉住持 他们也不在武汉呀 也是啊 那我们立即派 居正和杨玉如二位同志 东下上海 敦请他们来武汉 诸实大计 对 好 好 好 广州三二九起义后 可将公开说 同盟会无事可为也 以后再也不问党事 为当尽个人天职 保死者于地下 是啊 我们谭老先生 有何曾不是这样啊 谭老还曾说 绝质回家 不愿再问党事 但是啊 当他见到湖南的焦大峰 湖北的孙武以后 又赶来上海 与我们一起发起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建议推动 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 他身体不好 我劝他入院 可他一听说 湖北的居正等同志到了 就把我叫去 听他们讲 湖北的革命形势 是啊 今天早晨 我还没吃早饭呢 谭老就带着居正 赶到了我的住处 嬴氏 嬴氏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谭老 谭老 您身体怎么样 顿初啊 谭老 正好你也在啊 是啊 是啊 武汉派人来了 武汉行事大好 行事大好啊 来来来 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谭老 您看 是您先说呀 还是 居正他们二人先说呀 还是你们二位先说吧 武汉举意在即 派他们二人来 请我们到武汉坐镇指挥 你们说 怎么办吧 谭老 您看您也是知道的 嗯 嗯 您看您也是知道的 眼下啊 山东 陕西 云南 四川 广西 诸省代表 都在上海 我必须留下来主持会议 那你如何支持武汉棋役啊 嗯 嗯 这样吧 一 武汉举意之枪打响以后 我陈其美保证 南京 上海 立即发动 予以侧应 二 号召在上海参加会议的诸省代表 积极响应 啊 谢谢啊 还谢什么呀 嗯 顿初啊 嗯 你可是人家请的主将啊 嗯 何时动身膝下呀 太郎 我一时难以分身哪 为什么呀 我是《名利报》的主笔 眼下社长余又任先生不在上海 我 我不能扔下这摊子编雾啊 那你就扔下武汉棋役吗 当然不是 您是知道的 眼下武汉起义最需要的是 能带兵打仗的大将 非黄兴莫属啊 可他远在香港啊 方才我已经发电报给克强 让他立即动身北上 我刚发的 我这边还有一大堆事 也是革命工作 我去了武汉没用啊 是 我不会打仗啊 你们是知道的 可是起义等不了啊 我知在打 那我们就可以放弃武汉不管不问嘛 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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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身体好些了吧 好多了 坐吧 坐 举证 护士小姐 家里来人了 我们想说点家里的事 请你 请 宋教人 何时跟你们去武汉哪 他接到胡英 在监狱中写给他的一封信 旗言 湖北人不能发难 所以 他不相信我们报告的情况 那克强 何时候离港北来呀 据宋教人说 他也认为武汉 不具备发难的条件 因此 不会轻易悲伤 更不会去武汉 指挥起义 唐 唐老 别激动 别激动啊 我能不激动吗 不 唐老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武汉的情况 想当人地做出自己的结论 这回一物革命大事 唐老 唐老 你别激动 武汉方面又发来几电 说是万事俱备 就差你们三人 作诊指挥起义了 杨玉如 你立即回武汉 你就告诉他们 要顺势而上 不要等我们 是 那 谭老您 等我的身体 稍微好些以后 我和居正同志 就是绑 我也要把宋教人绑到武汉去 孙武同志 除了谭老以外 我看黄兴 宋教人他们 对湖北的形势估计不足啊 说不定 他们还有点看不起我们湖北人哪 我也这么认为 门学社的主要负责人 讲义无等 是湖南人 我们请的黄兴 宋教人 谭仁凤 又是湖南人 难道我楚国 就没有领导发难的人吗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 门学社共进会 又在刘公寓所召开了联系会议 由于讲义武随军开往粤州 门学社由刘富基出席 我们共进会由我出席 攻推讲义武为军事总指挥 专管军事 我为军政部长 专管军事 行政 刘公任总理 专管民政 育有大事 由我们三个人 集合大家 商议解决 这等于大事一个也解决不了啊 是啊 这是一个平衡权力的班子 同志们 我们今天这个会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内容有二 一 讨论起义后军政府的组成 二 具体的动员起义计划 和军事行动的部署 下面请张振武同志 代表我们宣布军政府组成名单 交由大家讨论决定 总理 刘公 军事总指挥 蒋义武 参谋长由孙武坚 副长高尚志 徐达明 内务部政长 杨时杰 副长 杨玉如 外交部政长 宋教人 副长 居正 理财部政长 李作栋 副长张振武 几本人 调查部政长邓玉玲 副长彭楚藩刘富基 交通部政长丁立忠副长 王炳楚 报告完毕 好 现在同意者请举手 一致通过 停停停停 不要拍巴掌 下面请刘富基同志 宣布根据武汉三镇的地形 和敌我双方力量配置的情况 拟定的 并经主要负责同志 审核通过的 最重要的总动员计划 交由大家讨论后决定 请 混城携宫城资重两队总代表 李鹏生 首先纵火为号 同营混城炮队总代表蔡鹏来 率队响应 即 以翼之队由草湖门占领凤凰山炮台 以翼之队占领青山 迎击海军 由公子两队分别派队掩护之 是 八镇 攻城第八营 总代表熊炳坤 带队占领中和门内 楚望台军线索 右旗八镇部队第二十九标 第三十标 总代表蔡济民 杨洪生等 还有测绘学堂 总代表方兴等 率队响应 已与公城营 汇合于楚望台军线索 协同进攻 总督署 是 我要提醒你们三位 第八营总代表熊炳坤同志 你的军职虽然不高 但是你承担着 打响起义第一枪的任务 蔡济民 杨洪坤同志 你们的兵力虽然不多 但是你们肩负着 攻打总督署的重任 你们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有 好 请坐 南湖八镇炮队第八标代表 徐万年率炮队由中和门进城 攻击总督署 由附近八镇部队第三十二标代表 陈子龙率队掩护 是 南湖八镇马队第八标代表沙金海 及混城邪马队代表陈孝芬 你们二位则警戒于城外 是 同志们 关于起义总计划 下来将分头传达 现在由孙武同志讲话 我们起义的第一目标就是占领总督署 第二目标是攻占武昌城 第三目标是攻下武汉三镇 把革命推向湖北 推向全国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那么 我们起义定在八月十五 想必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八月十五杀鸭子的故事吧 而今年的八月十五 我们要揭开推翻达鲁的虚目 据察 炮兵第八标按照老习惯 为退役的老兵制酒剑刑 当他们整合到兴头上的时候 对关和排长前来干涉 士兵们不服进行抗辩 当官的便以酗酒闹事为用 命士兵下跪 重责军棍 结果啊 事情是越闹越大 炮兵中的革命党人 便想借此起事 多数统治的意见呢 心中无数 他们说 欲举兵恐失败 欲误举 将为轻力所称 记不定 结果呢 最终大事划小 小事划了结案 嗯 鉴于现在群情激发的局势 必须请蒋义武同志 自岳阳赶回武汉 把握大局 应付不测事件 是 虽说此时炮兵事件 业已平息 但他一定会惊动 湖广总督瑞城 如果他们获悉了 我们将发难的消息 这对我们举意 会更加不利啊 第八阵阵统张彪 参见总督大人 第二十一捆称蟹协同 黎元洪拜见总督大人 督炼公所督办 铁钟拜见总督大人 武昌情况十分紧急 诸位将军 随我来 坐下讲 都坐下讲 自从南湖炮兵滋事以来 我立即下令 将各营的枪炮击扭拆下 连同子弹一起送缴军械局 从排长到彪桶 必须每一日在营房歇息 不得善离 如有行迹可疑之人 准其急刑拿货 好 最近你们都听说了 八月十五杀鸭子的事了吗 听说了 这说明革命党 准备在八月十五 造反 是